香港滑翔山协会证实 在大鱼山玩滑翔山 失踪多日的钟毓华 是中午已经返回 暂时未知她的身体状况 从一幅由大东山高空 拍到的照片看到 相信是钟毓华出意外的时候 用的滑翔山 政府飞行服务队派出直升机 将搜救人员吊低 在山坡上搜查 警方消防民安队 连续第六日搜查 失踪多日的钟毓华 除了由直升机 接载民安队人员 前往大东山的麦林搜查之外 消防攀山拯救队 亦都大同守将 拯救上山搜查